今天下午一点半开始的活动 许多媒体人和观众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发布会现场 把发布会现场包围得满满当当 还有一些人索性在抢占着玻璃窗外的游历地形 展位大厅外 福云爱的邀请格外引人关注 工作人员别着印有福云爱图案的纪念章 从日本特意赶来的摄影师更是搬来的梯子 这样的促销活动更是必不可少 这个展位顿时成了今天最热闹的地方 也是媒体人最关注的地方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福云爱出现了 今天的福云爱看上去落落大方 成熟当中多了几分妩媚 福云爱是昨天来到上海的 她首先用上海话与媒体记者打着招呼 大家好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有记者首先向她问起了购买东西的话题 我也想去买东西 但是今天我忘记拿钱包了 准备买钱什么呀 我是一般可以说是女孩买东西都这样吧 就是没有目的地去买东西 然后去找东西去买 就是男孩的话不一样 男孩是有目的去买东西 所以就是买东西的话 不能跟男孩去买东西 还是跟女孩去对吧 女孩都这样说 就是去找东西去买东西 福云爱的绕口令怎么样 应该说福云爱的成长离不开上海这个地方 这是22年前福云爱6岁时 来上海参加小学生比赛时的照片 令福云爱感到意外的是 22年前的对手唐家喜也来到了现场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动 唐家喜还特意送给了福云爱 一张自己画的图画 并祝福福云爱和江洪杰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福云爱也分享了一个江洪杰贴心的细节 不久前 福云爱特意来到北京王楠的家中 看望了自己的偶像 并且吃到了南方的花卷 福云爱认为花卷比馒头好吃许多 如果是馒头的话就比较时尚嘛 就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咬不动 但是花卷的话可以一层一层的吃 然后还有那个小葱花 有味道嘛 馒头的话就没有味道 感觉吃到中间还没有馅儿 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出 福云爱今天在上海浦东展览中心 受欢迎的程度 娱乐的内容一定是发布会现场 必不可少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她在微博上都已经发布了这个新闻 娱乐圈这方面发展了 娱乐圈的话 我还要再减十公斤才可以进去吧 见到她交到十二年的老熟人 而且在这样的活动现场 和影自然是少不了的 记者也受邀将参加福云爱和江洪杰的婚礼 目前福云爱正处于一个蜜月期 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她和江洪杰将分别在东京和台湾 举行婚礼仪式 也答谢亲朋好友们对她们的关爱 谈到奥运会的话题 福云爱说 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 她是十一月四号拿起球盘进行恢复训练的 而在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 她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刺激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杨时记者上海报道 一顿总经历